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呢 就是真实与事实的关系 这个世界呀 我们经常讲 讲事实是吧 那么其实这句话归根结底啊 事实呢和真实往往是两回事 是吧 有事实 事实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 那么这个小海龟我们讲了上午啊 那么从事实来讲是什么 就是小海龟从大理复出来 然后归到大海里 那么这背后的这个真实的东西 你要是不懂的话 这不过不过就是事实 如果只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 我们就会上是真实的一面 不是吗 好了 有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一个非常壮观的瀑布 从高高的岩石上下来 那么看到这个壮观的景色 好美啊 当人们感受到美的时候 那么你的基因就会 这种美感所起火 那么Andrefin就会分泌出来 你就会感到一种喜悦 一种兴奋 那么瀑布从事实角度来看 是什么呢 不过就是从岩石上 掉下来的水 岩石上掉下来的水 有什么可稀奇的 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么有没有话可讲 也没话可讲 为什么 这也是讲的是事实是吧 但是 只看到这事实的层面的话 我们就上市了 这个瀑布的真实的一面 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 只讲事实的话 那么人不过就是一生 吃喝辣撒碎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的人生很有什么意义可讲 我曾经一世 也是只认识到了事实的这一面 被事实所蒙骗 觉得人生只不过如此 那么我们再看这幅海归 入海的这幅图画呢 那么你们看 小海归从大理浮出来 然后过向大海 擒尺而已吗 不光此 不光就这些现实 那么有一个事实背后 有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更深刻的世界 是吧 更本质的东西 在这个表面后面隐藏着 今天晚上我们听了你们 你们演唱歌曲是吧 这个歌曲啊 歌词没有几句 但是这个没有几句的歌词里面呢 已经包含了 包含了很 很大的生命哲学 是吧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意思 你看这个朋友 胡子拉叉的 乱喊什么 这样看的话 那么 毫无意义了 所以啊 人生一念之差 也是看事实的一面 还是能看到事实背后 真实的一面 你的人生 就变得非常大的差异 有很大的差异 只看到事实的一面 的人生 是非常危险的 是吧 那么一念之差 就会导致 我们的人生呢 毫无意义 是吧 我呢 年轻的时候啊 在我二十 拉叉睡的时候 也下了一个 给自己的人生 下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寻死 那么吃喝拉叉睡 成天这种平庸 陆陆无为的生活的反复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所以我给自己人生 下了个决定 就是我要死 了断 一死了结 这样想了以后呢 成天也不洗 屋子里 这个乱七八糟的 头发蓬松 世上的一切事情 都感到很厌倦 当时是1960年代的初期 那个时候我的头发 比你刚才那个 弹吉他的朋友 还要长 是吧 很有这个反叛精神 所以当时我就读的 严实大学啊 大家都说什么 这小子疯了 李湘九有点神经病 当时我自己觉得 我也是神经病 因为脑子里 只有要寻死的念头 问题就是 怎么死 在哪里 什么时候 如何去死 这就是我所苦恼的问题 有一天呢 看这个挂历啊 一幅挂历 挂历上面的照片呢 照片就是 江源道 韩国江源道 襄阳的这个 洛杉矶的照片 当时我记得是1962年 1962年 是一个很遥远的 历史了 是吧 你们可能在座的诸位 可能还没有出生 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啊 从汉城到襄阳啊 得花上了一天时间 当时也没有高速公路啊 交通手段也不发达 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寻死的话 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 当时穷的叮当响 那么一天呢 能吃上 吃上个拉面 上面再打上个鸡蛋 那已经是最 最 最奢侈的 大餐了 是吧 最奢侈的大餐 那么想 选好了 寻死的地方 那么从汉城 到洛杉矶 没有盘缠 怎么去 所以我就开始攒盘 攒了好段时间 好段时间 然后呢 一天呢 饭也不好好吃 觉也不好好睡 生活一塌糊涂 成天这样消沉 陷入极大的郁闷当中 见人也烦 见人什么烦什么 就是一个烦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沉沦到这个地步 因为我的基因呢 我的基因呢 完全进入了休眠状态 让我感到幸福的 endorphin serotonin dopamine 这些东西都不能在我体内产生 因为我的人生当中 丧失了人生的意义 今天早上你们学到的生命的气息 被这些消沉的东西 虚假的东西阻隔了 是吧 我感受不到真善美 感受不到生命的气息 为什么 因为我只看到了事实的沉迷 没有一双什么眼 看到事实背后隐藏的真实的慧眼 所以我所看的这个事实的层面呢 差点要了我的命 那么 慢慢慢慢这个基因呢 慢慢慢慢进入休眠状态 我的身体的抵抗力的 那些 单单我的体内的这个 卫视的这些T08呢 就慢慢慢慢也进入休眠状态了 那么我的抵抗力呢 也是变得很糟糕 所以人家不得的感冒我都得 一得流感呢 就难受得要命 浑身 浑身上下疼得厉害 这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那么当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 让我感到吃惊的现象 就是我不想要死 在这一瞬间呢 我就发现我是一个非常 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矛盾体 我所下的所有的结论 人生的结论就是什么呢 活着没有意义 死就是答案 一死了之 这个结论我已经下得 下得非常明确了 但是到底 到底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 但是有一种 想活的愿望 也是很强烈的 那么这两个念头 其实是 从理论上讲 我是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 为什么我会 有死的念头的同时 还会有生的念头呢 而且这两个念头 同样的那样强烈 为什么 是什么力量 我这样强烈的挽留着我 所以我就决定 对自己要诚实 在这一瞬间 我感到心里很矛盾 很迷惑 我觉得对自己很失望 那么我迄今为止 二十多年来下的结论 就这么一下子就被推翻吗 觉得自己很可悲 总觉得 那么已经下好了 要死的结论 却现在又想活 好像我在偷生 是个偷生的人 但是这种想生的念头呢 确实非常非常的强烈 就像我要死的 寻死的那个念头一样 是的的确确在我里面 一个非常明确的声音 那么我决定 对自己诚实 是吧 是贪生怕死 这样的杂念呢 在开始里面困扰着我 然后就这样呢 我最后下个结论 就是对自己要 对自己要 要诚实 可悲 自卑也好 可悲也好 怕死也好 那么不想死 是可悲的话 贪生怕死多 那贪生怕死也好 但是我要 我要找到一个答案 到底这个挽留我的生命力量 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力量 是什么存在在挽留我 让我有生的念头 我要寻找它 如果我找到的这个力量 是不值得我回味的话 那么我就一走了之 但是如果它是真的是 真理的话 那么我就要跟着它走一辈子 所以我要寻找它 达那时起呢 我的人生呢 就开始就成了一种 保留自杀的人生 暂且把这个 自杀的念头保留下来 然后直到我能 找到这个 让我活下来的这个力量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为止 直到那天为止 我要暂时 保留自杀的念头 到底死不死 到底死不死 到那个时候再决定 暂时保留下来 所以20岁的初期呢 这个念头保留下来 一直保留到 不惑之年 保留到40岁 这是40年 这是40岁 到40岁的那一天呢 这十几年的人生啊 对我来说 真是一个虚无的人生 没有目标 那么很茫然 说不定某一瞬间 我会能够领悟 领悟 这个挽留我生命的力量 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 也许说不定我会明白 我存在的意义何在 终于到了 捕获之年 我明白了这个存在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那就是 刚才我们讲了 这首歌中唱的那样 一道强烈的光 造射在我的心里 这个时候 当那个时候 我所体会的就是 过去我40年当中 我虽然活着 但我却是死的 我是个形式 形式走肉而已 就像圣经里讲的 活着 但却是死的 没有这道生命的光 我40年一直生活在 黑暗当中 生活在死亡的阴罗里 每天每天 庸庸碌碌 是吧 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活着累 活着累 今天还得上班吗 去医院 去面对那些患者吗 那些所谓不正常的人吗 政府为什么税收 收得这么厉害 我所投资的这个股票 怎么不涨呢 成天都是烦 被烦恼所困扰的 每一瞬间 都被生活的压力 所重压着 我的人生呢 打那时起呢 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烦恼 是吧 除了烦恼 就是烦恼 那这些烦恼 带来的压力呢 那就是 钱 是吧 用钱来打消这些烦恼 所以 执迷于 追逐名利上 然后开大奔 买豪宅 建游泳池 拥有人家 拥有不到的一切 但是我里边呢 却没有真光 没有生命的光 还是空虚 终于呢 连接四十的时候 啊 生命的真光 用进来 通过这个 真理的光呢 我看到了 藏在事实背后的 真实的世界 当时我领悟的 领悟的是 我所领悟的 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呢 那么 按照这个真理 是 跟随真理的光 生活的这一切 到今天为止的 所有的人生 真是一大一大奇迹 奇迹的连续 现在呢 我现在 真是 在世界上 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 当我拥有了 这一切 平安于喜乐的时候 终于呢 看世界命的时候 最后 世界命的第十条是 不要贪念 不要有贪念 终于呢 在这个世界上 再没有值得 留恋的东西了 没有值得 我贪恋的东西了 我所 我所渴求的 只有 更大的真理 只有真理 物道 能够安平 乐道了 终于能够 安平乐道了 这个真理是 用 世界上 任何东西 也换不来的 就是生命的真光 真理的光 是我们每个人 都在追求的东西 那么 这个真理的光呢 对那些追求 他的人呢 总有一天 会 会 照亮他们的 问题就是 人们不去追求他们 人们 沉迷于什么 沉迷于 事实的 层面 认为 这个世界上 只有 事实的 层面 然后 没有一双 看到 藏在事实背后的 真实的一面的慧眼 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变得 非常暗淡 事实背后有一个 更真实的 更重要的世界 这个事实的背后 会有一道 真实的风景线 我们就看不到的 这是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的基因呢 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 告诉我们了 都是生命的程序 是吧 程序呢 是用一些语言记录的 遗传基因的 这道生命程序呢 是用剪辑 大家知道 这个剪辑是有四种 是吧 AT ATGC ATGC四种剪辑 构成了 是吧 用四个 这个ATGC四个字母呢 遗传字母 基因字母呢 然后 剪辑就是 来编程 编写这个生命程序 那么电脑的 程序呢 就是一和零 一和零的不同的排列 形成了一道道 语言 一道道命令 那么我们 身体里面的细胞里面呢 这个细胞 是一个电脑的话 这个细胞里面 所输入的这个程序 生命程序 就是用这个 ATGC四种剪辑的排列 不同排列 编写的 生命程序语言 这个剪辑啊 用英文 剪辑我们称之为 base base sequence 剪辑 这四种 不同的剪辑啊 不同的排列呢 形成了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语言 传递着不同的信息 那么展开你们的这个基因呢 都是 ATGCAT T AATC 这种 ATGC的不同的排列组合 就像我们打开电脑的程序一样 都是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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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不同的排列一样 所以我们 归根结底 我们的细胞 我们是由细胞构成的 那么细胞里面 眷刻着什么 眷刻着生命程序 这个生命程序呢 就是由一种语言来记录 是吧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是吧 那么文字到底是什么呢 换一句话讲 文字就是 从事实的角度看 我们身体是什么 是臭皮囊 一堆肉 是吧 形式走肉 死了就归什么 一把尘土 是吧 从事实讲 此停留在事实的层面 人不过就是臭皮囊 不过就是一把土 那么 那么肉 一堆肉就是一堆土 那么毫无意义 是吧 毫无意义可讲 那么大家看 但是呢 我构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呢 每个细胞里面都眷刻着什么 眷刻着非常精密的这个生命程序 尽管我李香九也是个大夫 但是长久的时间内 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1980年的中期 人们呢 还没有能够破解这个生命的密码 是吧 这个到底这些文字意味着什么 人们无法解读 终于通过这个基因图谱工程啊 生命图谱工程 然后这个基因的所有的 人类通过这个巨大的研究项目呢 终于破解了所有的生命密码 就基因密码 这样结果一发布以后呢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的细胞里面 记忆里面 已经编好了相当伟大的 相当复杂的生命程序 这连我们医生都探而 探而观自 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一个超越我们人类的 更高的智能 来编写的 由他来编写的这个生命程序 因为我们人是无法编写 这样复杂的生命程序的 是吧 所以呢我们呢 从事实的角度看 我们是一堆肉 但是从真实的角度看 我们里面却有文字 却有信息 比如说这里有一本书 是有圣经给我拿了一本 比如说有一本书 你们从事实的角度看 这本书是什么呢 是一堆什么 是一堆什么 是一堆子嘛 不过是一堆子是吧 如果说人是一堆肉的话 就如同将这一本圣经 试作什么 一堆子是一样的 是吧 你们的人生 如果从事实的角度 看待你们自身 看待你们的人生的话 你们不过就是一堆子 圣经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我们人类 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是一堆什么 一堆文字 是吧 是一堆信息 你们打开字 打开圣经 这子里面 卷刻着什么 每一页都卷刻着文字 是吧 什么ABCD 什么各种文字构成的 那么这些文字构成的 这些圣经呢 你如果说圣经就是文字的话 那也不对 是吧 到底这个文字 字里行间 在传递着怎样的信息 信息 意义 是吧 它的旨意 你们细胞里面 卷刻着生命的 通过简积 排列的 形成的文字构成的 记录的信息 这个信息到底 是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一本圣经 是信息的话 字里行间都在传递 生命的信息的话 那么我们的 我们身体也是什么 也是一个信息 是吧 就是把一个看不到的信息 我们眼睛看不到 手摸不到的信息 彰显出来的一道信息 所以 就是说 宇宙的信息 镌刻在我们的每个细胞里 然后通过我们人 来彰显出 宇宙的信息 所以说 中国人讲说 人是得天地之权器 是吧 所以说 我们就是什么 宇宙信息的一个浓缩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一定要明确一点 就是什么呢 那么 基因呢 就是剪辑序列排成的 文字信息 那么仅从 这个程度来认识基因的话 那还是在 停留一个事实的层面 那么 如果遗传基因是 由剪辑序列 形成的语言的话 这个语言 这个事实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事实呢 大家看 文字呢 绝对不是偶然 自发能够形成的 是吧 绝对不可能是 自己哪一天 会冒出来的 文字本 本身必须得有一个缔造者 得有一个设计它的人 然后有意的 有意图的来创设它 不然的话 文字本身是不会自动存在的 所以这个设计者 文字里头已经 文艺载道 是吧 所以这个文字里边 已经 已经有了设计它的 这个存在的 旨意了 是吧 所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 我们人是偶然 偶发的 那么 刚才从我们讲的 这个基因的角度来看 那么 人不可能是偶发的 就像文字不可能是偶发的一样 简輯序列 是一道文字 是一道信息 那么肯定就有 编排这个语言的存在 是吧 赋予这个语言 信息的存在 这样的真理 大家要通过这个事实 认识这个真理的层面 所以基因的 基因的事实 告诉我们 就是简輯 排列的文字 仅此而已 那么文字后面 有一个创世的存在 那么我们人体的细胞 是这种文字的组成的话 那么就有一道信息 这个信息 就有个信息的根源 创造信息的根源 是吧 我们就认识到 这个根源的存在 这就是真实的层面 所以我们细胞里面 卷克的这个 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生命程序 这些生命程序呢 靠我们人的技术 靠我们人手 是无法创造出来的 是吧 既然不是靠我们人手 创造的 那么就是 有一个超越 我们人类智能 人类能力的 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就要 去追寻它 去了解它 明白它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学了 这个基因呢 有一个 让激活这些 生命程序的 这个 这里的光 生命的光 是从创造主 来的 是吧 当大家明白了 这些道理以后 知道以后 你们才会 才会慢慢发现 你们自身的 存在的意义 真实的意义 那么我到底是谁 我存在的意义是谁 是我们爸爸晚上 这样那样 这样 然后 这样 生出来的我吗 是一堆肉吗 这样的话 真的还有一何意义 可讲 是吧 但是我们知道 这只是事实的一面 大家不要 停留在事实的层面 不要被事实所蒙蔽 大家有一双慧眼 能够看到 隐藏着事实 背后的真实的慧眼 这样大家才会 找到这道真理的亮光 今天早上 我们也讲过 真善美的 真善美 性爱望呢 是 是 我们 我们生命气息的真实 那么 这个真善美的 出处是什么呢 就是 宇宙 宇宙信息的本质 就是创造 生命的 创造主的本质 是从他内心里 发出来的 是吧 那么 创造主的 信息呢 就是什么 真善美 就是爱 信爱望 是吧 所以 创造生命的 创造主的生命气息 在我们的鼻子里面 这样进出 就说明我们的存在 也是什么 也是真善美的存在 也是信爱望的存在 但大家真正明白了 爱是什么的时候 啊 有一种感动 有一种兴奋 是吧 这样 和伟大的 光和 生命气息 不断地有一种 交互作用 是吧 这就我们中国人 讲的天人合一 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一旦 我们能够追求得到的时候 那么 我们 今天上午学的 这六种幸福物质 就会在我们身体里面 源源不满的 非常旺盛的生产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沉浸在一种 无上的 幸福快乐当中 啊 啊 那么我呢 暂时保留了我人生的 这个自杀计划 然后呢 到底我应该追求什么呢 啊 啊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一 我我首先把 把追求名利 作为我人生的目标 得赚钱 嗯 然后开始 赚钱了以后 买什么呢 买奔瓷 买大奔 会把人生目标定着来 啊 赚钱买大奔上 啊 为什么呢 呃 当时 196年的韩国啊 呃 所谓这个 现在我们所讲的 这个私家车 是吧 啊 啊 那个时候 这个私家车啊 真是凤毛麟角 能 能开上私家车啊 那真是 呃 威风的不得了 嗯 啊 那是成功的象征 是吧 啊 能有私家车 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所以那时候 除了出租车 就是私家车 啊 当时这个出租车 啊 这个私家车啊 顶对就拉达 啊 夏利啊 啊 这类的车 是吧 就是一到美国以后啊 你看 啊 大奔 鞭 宝马啊 卡迪拉克 哇 道路上 啊 真是 风光无比 是吧 啊 让我羡慕得不得了 我觉得我能开上大奔的话 我真是能够幸福 嗯 然后我一问 我一问价格 哎呦 贵得吓人 所以我就想啊 啊 我也能成 哪一天成功赚钱 然后能买上这样的一台车的话 那我也算 嗯 够风光 够成功的了 能够生在这个世上 作为一个男人 这一辈子连大奔都开不上 死的话 我死不瞑目 啊 就往活一生 啊 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死者的状态啊 没有真光 没有生命的亮光 生活在黑暗当中 生活在黑暗当中 这些物质的东西 啊 却成了什么 舍命去追求的东西了 嗯 所以呢 我呢 当时我就啊 开车 走在这个行驶的高速公路上 旁边有一辆 奔驰 驶过的话 就觉得哎呀 漂亮的不得了 羡慕的 要死 啊 啊 这个人该多幸福啊 开大门的人该多幸福 这样想 但是啊 这也让我烦是吧 啊 自己 自己想想要的东西 拿不到 啊 遭失目想 这也是什么 啊 让我心烦 这不就是贪心吗 是吧 啊 不知足 是吧 所以我就开始努力的工作 拼命的赚钱 啊 然后终于拥有了一家诊所 自己的诊所 然后成功了 患者呢 蜂拥而至 啊 钱财源源滚滚 不断入 所以赚了 赚到钱 最先买了一样 大奔 买了顶级的大奔 啊 我以为买了大奔呢 终于如愿以偿 会很幸福呢 但是买了大奔以后 就有了新的烦恼 什么烦恼呢 啊 没有人 如果没有人知道 我买了大奔这个事实的话 这对我来说 也是个烦心事 是吧 你说你说 见不见 1970年 当时 我毕业于严实大学 他说 如果我的同学们 得吃了我李香酒 买了大奔 但是这些同学们 谁都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事实 谁都不知道 这件事实 又有让我烦 是吧 怎么样才能 让我这些同学们 让人们羡慕我呢 啊 没有招 这也让我烦 只有一个炫耀的机会 那就是什么 去参加同学聚会 开着大奔 去同学聚会 那么在我买大奔 开大奔以前呢 最让我烦的 就是去参加同学聚会 因为我们是这个 后来到美国的是吧 当时还没有发家 所以看到那些 发家的这些 我们的这个前辈啊 就野心烦是吧 看他们这个炫耀的 这些前辈啊 炫耀的前辈啊 也是烦得不得了 所以买奔驰以前呢 同学聚会啊 不想去 来通知的话 哎 烦得不得了 买了大奔以后啊 啊 这个这个通知书不来 却让我烦得不得了 这个通知书该到了 是吧 啊 这是成天翻那个信箱 没有 这也让我心烦 第二天还去看 该开通窗会了 是吧 怎么还没有通知呢 每年八月末都要开通窗会的 怎么通知书还不到 成天去翻信箱 过了八月中旬还不来 啊 所以也烦得不得了 终于啊 八月十九号左右 啊 通知来了 本期同窗会 因故 推迟举行 啊 你说泄气不泄气 你说泄气不泄气 啊 那个时候 我终于 感受到了一点 就什么 人就是这样 见 人就是这样 见 所以说为到底为什么烦呢 啊 过去 同窗聚会 是烦 烦心的事 现在 不开 却烦心 我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基准 是吧 没有个准商 是吧 买大奔 买大奔以前买不到是烦 现在买了大奔也烦 那么 幸福到底什么是幸福 也没有个基准 过去幸福的 现在变成不幸 过去不幸的 现在却是幸福的 到底什么是幸福 生活在这种状态 迷茫的状态 我们称之为 生活在黑暗当中 什么也看不到 被欲望所葬 跟着自己 随着这个欲望 被欲望牵着走 然后终于呢 要等下次 这个同学聚会 得等四个月 足足等下四个月 十二月初 才在他举行 这个同窗聚会 所以这个四个月 让我等得好心烦 等到十二月份 让我烦得不得了 所以呢 我就终于等到了 这个同窗会 去召开的那一天 是吧 过去啊 开同窗会啊 是每天是迫不得已去 所以去得很晚 而这次呢 是提前四十分就到了 为什么去的这么早啊 因为这个同窗会是在我的 这个前辈的家里 举行的 所以我得把车 停的最耀眼的 最显眼的地方 其他的同学们 才会怎么样 我说啊 这谁的车 哎呀 这车好漂亮啊 所以我就心里 已经计划好了 作战计划 然后提前四十分 来到同学 我的同学家里 然后 选了最耀眼 最显眼的地方 把车停在了那里 但是 却想出现了一个 意想不大的问题 到了十二月份呢 嗯 日头啊 早早就 早早就落山了 七点半 天黑的 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 车看不到 谁都看不到我的车 我的大奔 谁也看不到 谁也看不到我的大奔了 坐在大奔里 我就啊 这是 人算不如天算啊 觉得自己很冤 是吧 啊 我等了 足足等了四个月啊 终于有一个 炫耀自己的机会了 然后提前四十分钟 费尽心机 找到了一个好地儿 啊 提前四十分钟 来到这里 我到底这是干什么呢 到底这是干什么 啊 做给谁看 人生 我们的人生啊 其实就是这样 在作秀 是吧 我过去 我的过去的人生 也是 这样 因为没有生命的光 没有这里的光 生活在黑暗里 因为在黑暗里 我们本身是 追求光的 有追求光的本能 所以大家 里面没有光 里面是黑暗的 大家就要通过 外面的这种修饰 来炫耀自己 来找到光 是吧 想要发光 奔驰是我的光 我的钱是我的光 总想沾光 从物质上沾光 我里面却没有光 嗯 所以坐在这个 漆黑黑暗里 黑暗里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 啊 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说相继 你到底现在干嘛呢 嗯 啊 自己的 抹不开 啊 跟自己抹不开 嗯 所以说 天黑了 应该是不是开门 下车以后进去啊 但是下不来 啊 觉得这个 这么这么 呃 放弃的话 觉得太可惜 所以我就 决心呢 我要等 等着直到有一个人 直到有一个人 看到我的车 啊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 怀着这种使命感 坐在这个黑暗里 等 等了大约有十五分钟 有一辆车 啊 终于过来了 啊 终于来了 来了来了 但是 啊 准备这个 看着时机刚要下车 啊 这车就路过 原来是路过的一辆车 啊 这也让我泄气 是吧 再过了去 再过了两辆以后 过去了两辆以后 终于 真的有一辆车 使进来了 慢慢慢慢使进来 然后恰好停在我的 呃 车的后面 啊 这个大灯还没熄灭之前 我就打开 啊 打开车门 好像装作刚刚 呃 到一样 其实我已经等了二十分钟 是吧 就好像自己刚刚到一样 啊 开始作秀 是吧 所以不知道 除了我以外 啊 自己欺骗自己 啊 我们人生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生 作秀的人生 做给人家看 做给自己看 是吧 打开车门一下以后 然后 不管三七二十一 因为这个大灯啊 非常耀眼 车里坐的是谁 根本都看不到 但是就 啊 装作若有其事的 怎么样 啊 这样挥手致意 这个车里啊 下来的这个朋友啊 正好是我的这个 同伴同学 啊 这个同学下来以后 哎 哎呦 香酒 这不大奔吗 啊 终于看到了 啊 计划成功了 这个这个这个 后备箱上 这个牌子 他终于看到了 啊 作战成功了 啊 这不大奔吗 哎 你家伙发了 是吧 啊 当这个我的同学 说这句话的时候 啊 我听的声音 这个非常痛苦 他羡慕的要死 是吧 但是这个羡慕的要死 这个痛苦的声音 都对我来说 是这样的快乐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明白了 明白了 我的痛苦 我的快乐是建立在 人家的痛苦上 是吧 我的满足 是建立在人家的不足上 嗯 都是比量 啊 所以说 内心当中 啊 真是觉得 空虚的不得了 是吧 没有真理 没有亮光 啊 然后呢 当时我买的是 这个 奔驰当中 最顶级的奔驰 是奔驰 奔驰450 他是买的奔驰450 然后比他在第一级的是 280 280少便宜一点 28067缸 450是87缸 所以就贵的 需要贵的很多 车也要大的很多 然后这家 这家却说什么呢 他说的 你是不是买了280啊 我买了48 450是吧 啊 这也让我烦 是吧 我就说 什么280 我能开280吗 450 你看 好好看 真的吗 然后重新打开 打开前照灯 一看 真是450 哇 香酒 开450 哇 我觉得他好像更痛苦 那我就更幸福 现在我的快乐 是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 让人家羡慕我 然后开始怎么样 终于有了一个 替我炫耀的人了 是吧 然后 按了门铃 然后 这个 很有钱的 我这个前辈 开门说 你们也来了 然后我这个 朋友啊 就向人家说 李香酒 我买车了 开大奔了 买了450了 然后朋友呢 我这个前辈呢 我还以为 我这个前辈 也会这样说 真了不起 开450了 但是这个前辈却很 很淡漠 450 450是好吃 啊 反应很冷漠 所以我也 我又泄气了 又烦了 其实我现在 等着什么 等着前辈说 会说 啊 你也看450 买多 多钱买的 这样 才会 可以炫耀一把 是吧 嗯 但是这个前辈 面前就炫耀不起来 把我要炫耀的 这件事 前辈 没当回事 是吧 所以 突然就感到 郁闷了 嗯 你说可笑不可笑 外面停着奔驰 心里却在郁闷 奔驰是 奔驰是我的光的话 我沾奔驰的光的话 我的内心里 没有光的话 早晚我们 还会郁闷的 是吧 因为 是真理的光 是真善美的 我心里头 没有真善美的世界 那么我心里就没有 真理的亮光 没有生命的亮光 我希望大家追求 不要追求物质的东西 不要沾物质的光 你们要追求真理的光 然后朋友们陆续到了 到了以后 这个朋友 就逢人就讲说 李箱就开始奔大奔了 买的450 这小子发了 然后有的朋友就来说 真的你买大奔了吗 哪买的 多钱买的 这炫耀 心情好得不得了 然后多钱买的 这样开始 开始吹牛 砍大山 交了多少税啊 怎么怎么的 讲这些 口干舌照的 讲这些 没用的东西 然后我这个朋友 突然不见了 朋友们陆续到了 而我这个朋友 却不见中养了 原来他跑到厕所里 没有人替我炫耀了 我不能自己说 我自己买大奔了 这也是让我烦 当天晚上我开车 回家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呀活着不应该是这样啊 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啊 拿着这样 这样做秀给人家看 给自己看吗 活得多累啊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幸福 为什么买了 这么想买的大奔 但是我却 时而感到幸福 时而又感到不幸福呢 我觉得这种 摇晃不定的幸福 肯定不是真实的幸福 真实的幸福 应该是 发自内心的 持久的幸福 这种随着近况的不同 而摇摆的幸福呢 我们称之为 可以称之为相对的幸福 那种发自内心的 不随物欲所摇动的 那种永恒的幸福 这种幸福 我们称之为绝对的幸福 到底这种绝对的幸福 存在吗 存在的话 我可以哪里找到它呢 怎么样才能拥有它 打那天起 我就开始烦 为这个问题烦恼 所困扰 终于突然的有一种恐惧感呢 向我袭来 如果我这样死掉的话 那么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被诊断得了癌症的话 那么我又会怎么样呢 我就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 即便 不管我有没有奔磁 即便 不管我身上有没有癌症 我那边的心 我里面的幸福 这种绝对的幸福感 谁都夺不走 谁也摇动不了的这种幸福 到底我能够拥有它吗 我们的人生啊 我们就应该追求这种幸福 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个幸福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人生 要追求的目标 是吧 我们这个身体胸 你看他现在好好的是吧 他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胃癌 而且是晚期 去医院 已经扩散了 打开以后 在手术台上一看 已经扩散了 整个胃切除了 然后这个一线 一线也切除了一部分 皮也切除了一部分 是吧 我说这家伙是 没有 没心没肺的人 没心没肺的人 开个玩笑 但是呢 他把这些病变的部位 都切除了 但是他做过疾病呢 他明白了这个生命的真光 他接受了这个生命的真光 是吧 他现在活得好好的 以后你们有机会跟他 私下来谈一谈 所以给他大奔 他也不羡慕了 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他已经 奔驰没开过 但是他不羡慕了 我开了以后 他觉得开大奔 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他没开 他就知道大奔 没什么了不起 你说他 是不是比我还厉害 也不用花钱 也不用 有这种烦恼 是吧 所以从我的经验来看 当时 二十 当时是年纪四十的时候 才明白这个道理 就像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能明白这种生命的道理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福气 所以说 如果 癌症 能够 这种身患 我们身上所患的疾病 能够让我们 真正认识到 事实 背后的真实的一面的话 得病也是值得的 得病也是福气 很多人 来到我们 这个星期点生命中心 然后和我 这样交流的过程当中 就是让他们 接受 这种生命的真光 大家看啊 三道光是吧 三道光 生命的光 真善美的光 这是什么 这是两条 脸 交出而形成的 这个基因 是吧 就是三道 生命的 这个真善美的光 照射在 我们的记忆里 就会激活 我们生命的程序 是吧 开始新的生命 现在大家觉得 很茫然 是吧 很迷茫 但是呢 大家要心里要明白 心里要有数 你们要明白 有一个生命的真光 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你们要 毕生的力量 去追求的 真正的幸福 你们要明白 这个事实 如果你不懂得 这些的话 你们活着 一天一天的生活 就是 子最 就最 迷迷糊糊的人生 这样 只有当你们设定了 这个人生的目标的时候 你们才不会迷失 不会迷茫 才会追求 更高层次的人生 知道自己是一个 更高层次的存在 不仅仅是臭皮囊 不仅仅是行尸走肉 是吧 不要停留在 事实的层面上 不要随着事实 水波逐流 那么如果我们 只在事实的层面活的话 这堆肉 死了 死了的话 这堆肉 就会归于尘土 但是我们里边 是 有生命的真光 生命的真光 让我们这把土 成为有灵的活人 是吧 成了活人 那么 只要我这个一辈子 按照真理的光 去生活的话 这个真理的光 让我成为一个活人 即便我死了 归于尘土了 但是这个生命的光呢 却是 永恒的 我所接受的 这个生命的真光 是永恒的真光 这个真光 是创造我的真光 让我活的真光 即便我再成为尘土 那么这个光呢 重新会把我 创造成生命 是吧 让这把尘土 重新成为生命 我们把这种现象 称之为复活 是吧 复活 所以呢 我们的人生啊 这种创造 复活 这种伟大的生命计划 在等待着我们 大家不要只局限于 只沉迷于眼睛 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上 大家是非常高尚的存在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是吧 就像庄子所讲的 大棚展翅一样 可以搏击长弓 享受更大自由的存在 你们的父母在这里 接受了这道生命的真光 他们的人生 完全发生了变化 所以希望他们的 他们所爱的子女 就是你们 也能领受这份真光 所以苦口婆心的 劝你们来参加这个 这个 课程是吧 所以我们李先生 我们这个尹先生 尹先生是吧 他的太太呢 他的太太呢 几年前呢 因身患癌症 去世了 是吧 但是呢 在去世以前呢 他领受了这份生命的真光 所以他的妻子 给他留下了 礼物就是遗产 就是这道生命的真光 所以尹先生 就是通过他妻子 接受了这道生命的真光以后 然后非常 非常热爱 这个新基点生命运动 所以说 每期他都来做自愿服务 是吧 做自愿服务 所以自愿服务 做奉献的时候 他喜悦的不得了 幸福的不得了 大家看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领受这份真光的人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不是变得更亮堂了 更美好了呢 那么 我希望大家 内心里面呢 都能拥有这份生命的真光 诚恳的希望 所以呢 即便大家没有奔驰 没有豪宅 也能安平乐道 即便我身上有癌症 也无法让我不幸 有一种这种绝对的幸福感 在我们内心里涌动 因为这种绝对的幸福感 是从绝对的生命的真光 而来的 这绝对的生命的真光 是每个人都能追求得到的 所以大家要上下而求朔 是吧 要追求它 追求生命的真光 要成为大家人生的目标 四十年的彷徨 我觉得 在黑暗当中 苦苦的摸索 是吧 我觉得奔驰能让我 给我真光 但是不是的 我今天回顾起来 真的感谢 没有被物欲所蒙蔽 没有被金钱所蒙蔽 没有把 没有用我的生命去交换 那些物质的东西 是吧 我为此而感谢商场 有钱当然可以做很多好事情 但是大家有 能够超越金钱 超越物质的人 是更伟大的人 更幸福的人 通过这一期讲座呢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发现这个人生伟大的目标 能够上下而求朔 总有一天 希望大家内心当中都能拥有这份生命的真光 总有一天 大家的心怀意念里头 能够念之在之 为善事图的时候 敞开心门的时候 生命的亮光会充满你们的内心 希望剩下的几天时光呢 能够通过讲座 通过各种我们的这个 为大家安排的节目呢 能够 幸福无比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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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